去问一下宰宰的粉丝说 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宰宰呢 相信大部分的人一定都会回答 因为宰宰长得很帅啊 不过呢也是有歌迷 是被他讲话的安安不分 可爱腔调所吸引的 只是呢都已经那么受欢迎了 这宰宰的内心世界却是相当空虚 为了发泄压力 他选择玩车 却因为爱开快车 曾经两个月之内接连发生两次车祸 撞坏了百万跑车不说 还登上社会新闻版面 而这场车祸 更是让他跟大S的姐弟恋意外的浮上台面 深夜车开得太快 宰宰的百万跑车完全失控冲出护栏 结果车头全毁 被他追撞的两台轿车也惨不忍睹 宰宰在警察局做笔录时一脸无奈 要不要讲一下 不好意思到你们这么晚来过来 谢谢辛苦了 还有媒体排到他去医院看精神科 成名的滋味显然不是这么好受 多年后宰宰也坦诚 当时的他的确很不开心 我觉得演戏演一演就好了 不对 原来演戏演红了以后 你们要出唱片 你们要拍写真集 你们要开演唱会 你们要去做任何事情 世界巡回 让大家认识你们 让大家疯狂 哇原来是这样我不想要 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只觉得这是一些附加的一些价值而已 对我来讲我并不快乐 我只觉得我每天就是 对四个人一起 哦一起去 好开办告 不开心的事情 还有他的感情生活 总是被摊在阳光下 第一次撞车后两个月 宰宰又出车祸了 而这一次 他是为了闪躲狗仔队 在巷子里和对象来车擦撞 这一撞 把他和大S的恋情撞出台面 原来一直以姐弟相称的两个人 第二次合作偶像剧时 单纯友谊已经产生微妙变化 隔年的五月 恰巧大S和蓝正龙分手 再再也和原本女友徐伟伦分手 两个人开始悄悄交往 聚男美女的姐弟恋 因为前任男女朋友都是明星 因此惹上劈腿传闻 但相恋两年半来 感情一直甜蜜蜜 直到2007年一月 宰宰的前女友徐伟伦发生车祸 让这一段感情埋下另一个伏笔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为他祈福 希望大家可以快点跑起来 其实宰宰和徐伦 也是开偶像剧幸运热恋的 只是短短交往了一年多 就分手了 许伟伦不幸过世 追思会上 宰宰还送上花篮慰问 这段期间 她体重掉了7公斤 外界又传出 她的忧郁症二度复发 不过大S站出来力挺 我觉得好像没有说瘦很多 那忧郁症的事情的话 我跟她相处起来 觉得是还OK 没有说到传说中这么严重 因为她可能演戏的关系 是比较累一点点 明星的感情世界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过度渲染 像是宰宰去拍电影 和气质美女张军宁合作 这一段吻戏又被炒作成是 两个人主动加戏 更因此传出绯闻 导演啦 因为她就是后来要我们 我们最后面那场戏 然后回到以前去拍 那个过去的回忆 你们就自己演这样子 然后她就说大概就跑来跑去 最来最去再玩这样子 然后后来她就拍一拍之后 我们就去看戴 她说 我觉得还可以再多一点 然后她就是每一次 你走过去看戴 她就说 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 但她都不会告诉你说 她到底要什么 但其实你听到之后 你就是知道导演 你就是想要吻戏 但是你不讲吧 和女明星的绯闻 没有打倒这对情侣 但相处时间一久 在在和大S 最后还是以感情变淡为理由 分手收场 还一直每天都在联络 几乎都在联络 那只是现在的关系 变成比较像家人 然后比较像 回复到当初的姐弟那种感觉 曾经会去想过 幻想我25岁结婚 现在开始幻想我 以前开始 前阵开始幻想我30岁 之前要结婚 但是我觉得发现 想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一个 实际的一个 让别人认可你的一些 一些价值出来的时候 你永远会让人家 看衰 就是人家不会期待 你做能够做好 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对于双方来讲 你可以保护他也好 你可以做好一个 相远一点好的婚姻关系 你可以做一个好丈夫 你够不够成熟 那我宁愿在这几年去 把这些人家怀疑我的事情 认为我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尽量的在工作上面 把他做到 以后再来讨论 这样的感情的东西 言语间不断透露出 宅宅不想让人看扁的情绪 因为除了这段 女大男小的恋情之外 宅宅最在乎的事业 也是从F4时期 一路被唱衰 直到最近几年 他的演技精进 才慢慢让人刮目相看 当年F4一出道 可以说是造成了轰动 但是热潮过后呢 身为其中一员的仔仔 也开始努力摆脱了偶像的包袱 潮实力派演员 还有歌手来迈进 那在我们的记者采访过程当中 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他真的很想突破以往的框架 那么在经过一番努力 现在呢 他的演技变得更好 更成熟 歌唱也是大有进步 就让我们来听听看 他的歌声 是不是还有台湾国语呢 不想当F4 只想当平凡人 一字一句唱出自己的心声 仔仔不止用心磨练演技 在歌唱技巧上也下过一番功夫 现在听他唱歌 已经挺不大出来台湾国语了 他是很想告诉人家 他唱歌是有很大的进步 那我就写了一首 真的蛮难唱的歌给他听 他听了第一次听了 他就说 这个头会不会太高 他会不会唱不上去 所以我说你就很担心 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 叫做歌手好了 就是做任何事情 就比如说拍戏 他从来不知道 然后还找到 然后录歌的时候 他会 他会在录之前 然后一直问 就说 这边那一句要怎么样 会拿怎么样目标 可是当他问完之后 在录音室开始录的时候 其实我很喜欢像他这样子的歌手 因为他就会把全部东西 很相信制作的人 因为我帮他写完之后 我还帮他制作 他很相信制作人 就把全部东西付托在我的 我的 就是付托给我这样子 3 3 2 朋友眼中他是认真的歌手 仔仔终于逐渐甩开偶像包袱 不过要踏进实力派演员的门槛 还差这最后一步 那就是得奖 嘴巴要舔人 要帅 破案效率要高 大概只剩我一个人 我叫林可乐 不是说你是警察吗 我妈是你们北区分局 为什么我觉得得奖才是肯定 是因为 我只能说 作为F4的一员 我们什么东西都享受过 我说真的 人生好的时候 人家把我们当作 当作很崇高的位置 在模拌的时候 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会忘了去想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到 这样的位置 而今天大家为什么会 发了疯的崇拜我们 那是因为 有些话在这部戏 可是这部戏过了以后呢 是不是自己内心需要有一些些 很扎实的一些功力 内心空洞只有自己能体会 因为他年纪轻轻 只有20岁时 就已经站上天王的位置 你现在突然间站到这么高的位置 你可是你中间是空白 你要把它填满啊 你至少要把你的路填稳一点点 你将来才不会被人家说 随便一个广告就能赚尽大把钞票 现在还没有30岁呢 传闻宰宰的身价已经超过一亿 不过他知道这是幸运之神的眷顾 只有更卖力的演出 才能让他赚钱赚得心安理得 这么多年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里去看到说 你这么多年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可以做得更好 对对对 我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赚了我不应该赚的钱 我可以这样说吗 我可以赚我应该要赚的钱 就是我怎么样去放下我自己的身段 去做一个演员最基本的地方 开始学习 然后人一生下来就是单纹主角 对不对 我宁愿用配角的心态 去演男主角的戏 放下身段从头学起 走红八年后 再再要证明自己的明星光环 是凭实力擦亮的 今天的大社会 我们带您看到了 大S徐希元 以及宅宅周渝铭 闯荡星河的奋斗故事 这两个人呢 虽然是分手了 但是现在还是好朋友 也各自在演戏这条路上 琢磨演技 发光发热 所以呢 相信只要肯努力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定就会成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社会 我是王炬金 我们下星期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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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名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